大话成语 说汉王朝建立以后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却被王莽篡位 王莽建立了新王朝 新王朝在历史上一共存在了13年 但是由于王莽不得明星天下大乱 各路人马纷纷起兵争跑王莽 而当时起兵者 为了要争取百姓的拥戴 都说自己呢 是汉王朝的后裔 当时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庚史皇帝刘玄 应该说 他是真正的汉王朝的后裔 但是也有冒牌的货 比方说有一个叫王郎的 就愣说自己是汉成帝儿子 也在邯郸这个地方起兵 而当时有一个年轻小伙 叫耿烟 当年耿烟才21岁 有理想 有报复 他带着两个伙伴 准备去投奔 庚史皇帝刘玄 他们走着走着 走在路上 两个伙伴就和耿烟说 说起好地啊 咱们这好像有点舍尽求远啊 邓烟一听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觉得吧 我们寒南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汉成帝的儿子 叫刘子玉 我们为什么不投奔他呢 投奔他呀 这路还近点 省得法山设事 这跟投奔的刘玄 不是一样吗 这邓烟一听就笑了 说刘子玉啊 这假的 他的原名啊 叫王王 我知道他们 是一群什么样的队伍 那就是一伙土匪 你等着吧 我到了长安呢 把兵马攒齐之后 我回来就把他们给打败了 那是一帮乌合之众 我打败他们 有不吹哭拉朽 耿烟说的这乌合之众 就是说 王王的队伍啊 毫无组织性和纪律性 在鸟类里边啊 大雁是最讲究组织性和纪律性的 大雁群体飞行的时候 要么飞人字性 要么飞一字性 而乌鸦可不 乌鸦晚上归桥的时候 都是乱七八糟 戏里发辣 劈里发辣 非常杂乱 所以就比较乌鸦的队伍是一帮乌合之众 但是这两个伙伴呢 没听 还是投奔了冒牌的刘子豫 而耿烟呢 也没有投奔刘璇 他投奔了刘秀 而后来刘秀果然就把王囊给打败了 也推翻了王囊的政权 建立了东汉王朝 刘秀也登基为汉光武帝 而耿烟呢 汉光武帝登基之后 就把耿烟封为云台二十八将 其中的一言 乌合之众这个成语 也由此流传下来了 乌合之众这个成语啊 意思就是说 像乌鸦一样 战时聚集的 毫无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一群人马 好了 这一集的大话成语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